你有没有动我的合约 什么合约 那天我要拿给阿杰的机密文件 就是万波百货的合约 因为是机密件 我还特地交给金秘书 请他亲自交给董事长 所以你怀疑我把合约拿走 现在合约不见了 这几天又只有你这个外人 在这边尽力出出 我问你问谁 你把我当作是外人 好了 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是外人 注意你的讲话 万波百货的合约我有盖到账 也交给金秘书了 所以不可能是民方拿走了 文琪 我听欣欣说你在找万波百货的合约 在我这 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刚刚阿猛拿了一些文件给我 她压在最底下 可能是阿猛跟欣欣不小心拿错了吧 现在你相信我没有拿走了吗 抱歉 所以我误会你了 但是我希望你能减少 被误会的机会 都是一家人 话说清楚就好 我之后会再找文琪说一说 爸 有些事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你说 我先回去好了 你 来 坐着聊 爸 刚才的事 虽然是个误会 但我觉得 一直让民方阿姨在公司走动 确实会造成一些不方便 他来公司 是因为他建议员工的一些出勤规则 需要修改 那我听了呢 觉得很好 所以就同意让他去处理了 这件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 是我要他先跟唐经理讨论 等他们离出个草案 再给你看 爸 民方阿姨不是公司的员工 你怎么会把工作交给他 还安排唐经理配合他做事呢 你不用担心这些 他就要进公司了 以后就是新华的员工了 你要让民方阿姨进公司 他平常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 所以我想说 干脆就让他进公司来帮忙 要让他插手公司的事 我不赞成 爸 上次选厂长 他为了帮文林 硬是要你把惯法放进候选名单里 现在你要安插他进公司 人家会觉得你有私心啊 民方以前经营网牌 做得有声有色 要不是跟我结婚 他肯定有一番作为的 我要他进公司 就是要他用他的专长来帮助新华 怎么可以说是私心呢 不是 是你让他进公司的方式 会让其他员工觉得是空降部队 要说空降部队 你跟文琪难道不是吗 当做就是因为信任你们 所以不顾那些老弹部的反对 让你们两个当总监 现在你们不是也做得很好 还有人敢说话吗 那你们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不能相信民方也可以呢 我并不是质疑他的能力 好了 好歹我是新华董事长 难道我连个人事任命权都没有吗 还是要像上次选越南厂长一样 要请你们几位主管来投票决定 我尊重你是新华的董事长 但请你也尊重我跟文琪 是公司的高阶主管 希望你以后在做任何决定之前 都能先跟我还有文琪商量一下 董事长 是 años 家臣2月份 嗯 哇 還很難 哈哈哈 跟大家說一件事情喔 那個 今天我們體育課啊 練習大隊接力 我排很快 老師幫我排在最後一棒耶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代...代表什麼 代表運動會那天 我要跟隔壁的體育課 來場四季大對決 阿嬤 精神有沒有很高 哎唷 哪有這麼高耶 對... 妳這招不像在背一樣 哈哈哈 阿嬤 妳們大那個人算是嗎 也說沒辦法耶 妳拿來拿冠軍耶 對不對 有人啊 對 好 好 來 佳生 吃一塊 有年 我自己來就好 我吃飽了 我去穿衫布 我也吃飽了 妳們慢慢吃 今天大哥跟爸是這樣啊 氣氛很尷尬 吃一個飯 一個夾一個面穿 那是 美鳳 妳知道她倆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嗎 我不知道 可能是公司算是不贏了 兩個人跟得很痛 是這樣 阿姐 你知道我們什麼事 我已經決定當民方進公司 擔任董事長特助 你們沒有意見的話 我就讓人事不公告了 我上次已經把我的立場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爸不覺得那是意見的話 我也無話可說 既然是董事長特助 當然是董事長決定 有沒有意見 好 以後一起共事 特助有什麼不熟悉的地方 我希望兩位總監可以多幫幫他 那特助的辦公室呢 要怎麼安排 反正我不常進公司 特助就用我的辦公室辦公就可以了 沒其他事了 你們去忙吧 別再猶豫天亮慢慢走回家 兩人一起在那屋簷下